活泼可爱的越南叮当舞为这场成果展揭开序幕 这是由台北市信义区公所举办的新移民美术创作班成果展 已经迈入第三期 指导老师刘伟华表示 这一期采取比较困难的透明水彩作画 希望鼓励学员勇敢下笔展现自我 有的学员画到第三个版本才教出作品 让他很感动 同学在第一堂课觉得很辛苦很痛苦的状况下 然后到第二堂课的修正 然后水用很多 慢慢慢慢的大家也都上手了 而且画出来的效果也都很不错 然后还有就是有些同学 并不满足于课堂上画的效果 回家自己买纸 把颜料带回家 重新再画 有些同学甚至画了三版 才教出一张满意的作品 这是让我很感动的地方 真的很认真 非常的认真 展出的作品分为两大主题 其中学员们彩绘的永春皮灯饰 重现今年元宵节新一区主题灯区的美景 让新一区公所区长陈冠林大为惊艳 刚开始看到这些画的时候有一点惊讶 因为我还以为是我们上一档留下来的这个摄影比赛得到的作品 得奖的作品继续在展 但是仔细一看才发现说 哇这个全部都是画出来的 而且再更仔细看会发现 他们比起我们原来的摄影作品 其实多了更多这种艺术跟感情放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大家来这边细细的品味的 另一项主题则是各国花卉 来自香港的冯子薇就以香港丝花 养子金花作为主题 象征家人永远在一起 平常很少时间画画的她说 这次真的画得很爽 认上很多新朋友啊 在课程上面是可以很放松的去 自己去发飞自己去画 然后这一期真的画得很爽 因为平常都是很真的 没有空去画画什么的 但是参加这个我觉得就是每一次 我也有把画带回家去画 那很享受 冯秀之则是选择画江西省的省花 同时也是台北市花的杜鹃 连续三期参加美术班的她 以前完全没有绘画基础 一路跟着刘老师学习 最开心的是看到自己逐渐进步的成就感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完全可以静下心来 然后呢当你不管怎么样 尽管自己不是很满意 但是还是看到了那个进步的那个 也蛮有成就感了 看到了进步的那一面 以百花之王牡丹作为主题 第一次学画就选择最难画的花朵 来自湖南的叶鹏感谢刘老师的协助 让她能顺利完成这幅作品 这幅画了好多好多时间 当然刘老师也帮了我很多 教我很多 她真的很会教 哇这幅画好疗愈好开心哦 除了展出绘画作品 学员们还以走秀方式秀出 结合设计图样的创意手提布袋 台北市新义区公所方面邀请大家 到新义行政中心 一楼文化艺朗欣赏 新移民姐妹的创作才艺 从新移民的角度感受世界之美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